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年是周深出道第一个十年 十年某一件近代出窍 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十首 但真的就是你回去听 你会觉得会不会有遗憾 你会不会觉得还是不够 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其实中间有几首歌 我们就会想的是可能后面以单曲的方式去发行 或者是以一个我们觉得更适合的一个方式去发行 然后我们又去再去重新搜罗歌曲 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次 所以专辑一直都有在做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的 有更多的机会去陪伴大家吧 无论是用音乐 或者是用影视歌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曲 或者是用节目的里面的一些形式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舞台去陪伴大家 然后也希望自己就快快快快快 努力努力好好地做专辑 今年一定 好害怕呀 我的flag一般都会倒 但这个绝对不会倒 然后所以在演唱会方面 今年会是有这个机会吗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 对 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在专辑 先专辑为重 那演唱会真的很想跟大家见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帮大家问一下 那你下半年有什么音乐计划 我 我的音乐计划 这是我的赛比较立出 就是我的专辑一定可以 一定要在今年开始了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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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每次我看 都要问他这不问 然后当天 反正越接近年底 你们压力就越大了 嗯 是吧 没事 前面的压力都已经点了 又多点了 相信这次周深立下的flag不会再到了 期待新专辑上市发行 已经按耐不住了 进入12月 周深可谓行程满满 个人工作行程及作品排期一个接一个 几乎没有空闲档期 前两天 周深微博发了一段日落黄昏的视频 当时IP显示是浙江 很多人都在问 深深在浙江干嘛 其实周深在浙江泰州录制央视跨年晚会 现在已经录制完成 而且已经确定周深演唱的曲目是灯火里的中国 据透露周深在现场唱了八遍 这次真的有点羡慕嫉妒现场的观众了 八遍灯火是什么概念 这简直比现场合唱灯火还幸福 今代央视2024跨年晚会的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的歌曲非常多元化 无论是流行曲 民谣还是古风 都能轻松驾驭 他有着极为宽广的音域 深情而要饱满的嗓音 能够很好地表达歌曲中的情感 不仅如此 他对每一首歌的诠释都非常用心 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 他曾说 我想通过音乐表达出我对生命的热爱和感激 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也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听众 他的音乐不仅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欢迎来台中 好多次了 是的喜欢吗 真的 来台中开演唱会吧 好的 我要算数了就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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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专辑对歌手来说 太重要了 他就是你的影片 他就像我的一个时光胶囊 就是把当时最青涩的光 拌在了这个专辑里面 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筹备到刚开始筹备的阶段 就还是在 还在想专辑概念 然后包括去找哪一个 想想哪个制作人去做的这个阶段 因为第一张专辑由高尔松老师当监制 隐约当制作人 然后前脸老师写了很多首歌 相对来说 很难接到第一张专辑的那股气 所以我会比较担心第二张专辑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筹备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 对 还会请高老师做监制吗 应该请不起吧 希望吧 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吧高老师 强行逼迫 因为第一张专辑真的是高老师 亲情为我所制作的 因为包括都他自己 套腰包帮我做的 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他 那新专辑有没有 就是那个很甜的题目呢 新专辑还在筹备当中 有吧 对 有有有有 你们要有就有 对对对 有问题就是跟你的音乐风格有关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你演唱 舒缓啊深情的歌曲为主 对比较倩语幽闻 我刚才说 那所以想问一下 在未来你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 其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曲风 有有有 所以我就是特别紧张 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因为第一张专辑应该是 向大家初次去介绍一下周深这个歌手什么样的风格 或者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然后作为第二张专辑我觉得 首先很害怕接不上第一张专辑高晓风老师当兼职的那股气 因为我觉得那个作为一个新人歌手来说的话 那张专辑起点有点太高了 所以我第二张专辑我就一直抱着一个特别忐忑的心情去 在想要跟哪位制作人合作 然后要去怎么去安排里面的曲风 怎么去 去安排我要唱怎么样不一样的周深给大家听 因为其实我也会害怕 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不认识我嘛 所以我又害怕丢掉自己最擅长的书情那个风格 但是也想给出不一样的 所以艺亭一直不停地在纠结 在揣摩 包括去开专辑的那个制作会 去怎么去让它变得更有趣一点 好的 期待你的新的尝试